谢谢 好的 谢谢会长Serena 今天非常荣幸的来给大家 share我的一些心得 刚才Serena会长介绍了 我原来来美国之前 是在新华社工作 现在又回到老本行了 在达拉斯为新华社 做编约的编约 十几年吧 有十几年的经验 所以今天就想把这些经验 给他document一下 然后给大家share一下 好 咱们就 这是今天的大纲 首先咱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event这个摄影 然后有什么种类 不同的种类的这个event 那个摄影 然后呢 有些什么必要的器材 和建议的器材 咱们要准备买 然后呢 每一次的这个去拍摄的时候呢 都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以及 在拍摄这个event 这个摄影中呢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呢 最后呢给大家share一下 我过去拍的一些这个照片 这个定义呢 是从咱们的wiki上找到的 什么叫event photography呢 翻成中文就是说活动摄影 它是这么解释的 the practice of photographing guest the people and occurrence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event at any event or occasion where one may hire a photographer for 这是它一个定义 基本上就是说 有些什么活动要举办 然后呢 这个主办方呢 要hire一个摄影师去拍照 必须有人和地点啊 好 大家呢 现在可以把那个 这个你自己的那个麦克风啊 unmute一下啊 咱们有一个 stone brain的一个session 好 假如说 你得到了一个assignment 别人请你去拍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project 这是个什么project呢 比如说有30家 混血的家庭聚会 就是说 either 嫁给老外 或者是娶了这个美国 这个妻子 然后呢 生下了混血 这种他的家庭叫 他用他的一个turn叫 mixed family 他有个聚会 来庆祝 中国的中秋节 有这么一个assignment 你得到hire了 然后呢 别人请你去 你拿了这个project以后 想想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怎么才能够 把这个project 给它finish successfully 大家畅口一言啊 没有没有对 没有错 就是跟根据你的想法 你来 呃 讲一下 你应该拍哪些照片 拍什么照片 然后呢 做些哪方面的准备工作 大家畅所一言 好不好 如果说我可能先要了解一下 比如场地的情况如何 灯光的情况如何 然后当时去那天的dresscode 要需要穿什么 不要说弄得太显眼 或者是说太不合群这样子 然后去了之后 我想可能我会给每个家庭 都拍一张单独的 然后拍合影 拍他们或者吃饭 或者是有什么节目的一些snapshot 或者之类的东西 不错不错 讲得很好 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既然是中秋聚会 我可能会拍一些decoration 就是有这个event的特征的一些画面 讲得非常好 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我想就是说要跟这个主办人沟通一下 看看他们需要哪些类型的照片 如果是合影 集体照 还是特写 还有他这个照片 是不是需要发表 还有尺寸多大 这种detail 对 exactly 要把 要make sure 作为摄影师 要跟你的client 要discuss make sure 你的照片 meet他们的exaptation 他们期望之 是什么样的 这个要meet 还有我们其他的补充吗 可能还是 因为这是 混血家庭 所以最好能够了解一下 几个典型家庭的一些背景故事 可能能够派出一个系列的 特别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不是平常一般的聚会 它是混血家庭 讲得不错 讲得不错 好嘞 这是我的一些idea 首先 中国人聚餐 对不对 肯定有吃的 对吧 哎 要把那些 做的那些deach 要拍下来 让他们几年以后 回忆 当时我们中秋聚餐 吃了什么东西 中国人最讲就吃 对不对 然后第二 当然你要把 整个的group picture 给造下来 对吧 然后 第三 重要的是 这个流程 这整个party的流程 你要给他拍下来 对一些什么activity 吃饭啊 抽奖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 那个什么 比如说中国成语故事之类的 假如他有的话 哎 要把这些流程给拍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把这小朋友的这些 这个activity给拍下来 然后呢 要把每个家庭 这个在这个活动中 这个拍下来 然后刚才有一位 那个谁提到的哈 因为这是大家来庆祝中秋节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在这个地方下点功夫 像我有一次呢 就给大家 给他们呢 提供了这个中国的 有中国特色的 这个backdrop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idea 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些idea呢 然后呢 你把这个照片呢 拍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就meet 或者exceed 这个他们的expectation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看看 那一次我给他们拍的一些照片 这个呢 就是我带去的这个背景 家和万事兴 大家非常喜欢 然后我还提供了这些 有中国特色的道具 那些小朋友非常喜欢 这是其中一个family 这是另外一个family 然后谈到吃对吧 我们当时那年的那个中秋 中秋聚会吃的什么东西啊 把这些吃的东西 全部给它document起来 拍这些地区的时候呢 有个建议 就是跟那个organizer 给商量一下 就说 在他们把这个 他一般每个地区都有个cover 对吧 就告诉他们 在打开cover之前 通知一下摄影师 不然的话呢 大家先抢着吃了 然后呢 有些地区的话就就没有了 你就照相就就就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跟他们协商一下 在他们准备把这个地区打开的时候呢 让你去拍照片 好 这是另外一个family 好 这个是 必须的 必须把所有的参加这个party的人呢 来当合影 而且合影呢 那待会我还会继续讲到 一定要make sure 要听 要听那个摄影师的指挥 不然的话呢 假如说一两个人闭眼睛的话 或者表情不好的话 这张照片 集体照 就是废片 然后我会再继续讲到 怎么能拍到一张比较满意的这种集体照 好 还有 在这个流程中呢 要抓拍 make family 特别是小朋友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看这些老美都穿到中国的那个糖装 这是他们的抽奖仪式 把这个老美抽了奖了 非常的高兴 好 这就是一个project 我觉得我完成的非常好 他们非常喜欢 所以第二年呢 他们又请我去了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取老外的 没有没有 我这是只选的一些 还有还有其他的 好 刚才是第一个assignment 现在呢 又换了另外一个assignment 达拉斯当地的房地产公司 他每年都有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ractice 他举办年度答谢宴会 来感谢这些顾客 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年会上呢 来表彰一些呃成绩优异的这些agent 好 假如说你拿了这么一个project 你准备去怎么做才能去很好地把这个project完成呢 咱们同样啊 也是那个open question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把你自己想象 想想的说出来 好不好 你先把那个mike给unmute一下 我是张梅 我再提一点 我觉得这个上头可能跟别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表彰那些agent 所以可能是要带灯 要要拍的比较专业一点的人像 对没错 别的跟别的议论是一样 而且非常重要的 把这些那个发奖仪式给拍下来 对吧 对的 还有还有其他的吗 我是去年拍过一个 他房地产公司 就也不是公司 就是他们房地产 就是那个协会的一个宴会 他不是他不是答谢顾客 就是他们自己组织里面的一个 但是去之前就先问他的那个 邀请我的人们 问说哪个客人是最重要的 就是哪几桌是最重要的客人 然后他需要拍到什么样的片子 然后他请到的所有上台讲 讲话的人都要有单独的照片 他的颁奖还有什么 就是宴会后的抽 抽奖什么的 反正都要单独留照片 然后他说需要照一些snapshot 反正就是说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了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还有其他补充吗 好的 那咱们节省时间 这是我想出来一些 一些那个suggestion 首先 当然了 这个聚会是比较大型的 所以他肯定有工作人员 对吧 最好把那个工作人员在前台工作的一些情况的拍一下 然后呢 非常重要的 这个宴会的大场景 你要拍一下 把那个 那个人多气势 那种那种气势拍出来 这是这个 这个谁 这个请你 请你去的这个领导啊 他们想 他们所看中的 然后呢 当然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啊 你他的讲话 你要要拍好 而且呢 要多拍不同 从不同的角度 一般来说 你看 假如我是老板的话 我当然很希望自己的照片多一些 对吧 而且从不同的角度 哎 看看这摄影师真的有水平 把我呃 本来很胖的拍 拍成了非常的富态 非常的有有有有有气派哈 当然就是就 假如是拿了这样的照片的话 肯定会很高兴 然后呢 下一点 跟呃 上一个project差不多哈 要把整个晚会的流程 给拍下来 假如说 他请了一些来演出的话 那些演出的照片 那些演出的那些照片的话 也需要拍 然后呢 下一个特别重要 他请来的VIP 那些sponsor 那些捐捐钱的 这些VIP 哎 你要拍下来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发奖仪式 要拍下来 呃 然后呢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抓住一些细节 晚会的细节 比如说像他们 呃 这个晚会的话 就有呃 买奖券的小朋友 哎 非常可爱 你可以 把他们拍下来 这是我呃 的一些idea 好 然后咱们下面来看一看 这是前台接待公主员员 中间是老板娘啊 可能可能达拉斯 不少 呃 达拉斯人可能 不认识他们啊 呃 这个是主持人 咱们的金红 那个大姐 这是老板 家刚才提到了 你拍这个老板的话 你可能是要多拍一些 对吧 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呢 median close up 呃 都要 都要拍一点 特别是把这种 当老板 到那个 这个CEO的 这个 这个 气势 比如说这个 这张照片 把他的手势拍出来了 然后呢 整个宴会的这个场景 你要拍下来 然后呢 他一个呃 全体员工的最后的这个 和合影 拍合影呢 待会我会提到哈 怎么才能拍到一张满意的合影 make sure 前排的人清楚 后排的人也清楚 然后这是他们的VIP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这个老板呢 到每个桌 桌子去敬酒哈 这些moment也要拍下来 这三个小姑娘 就是卖 卖奖券的 呃 他们这个公司哈 做了很多善事哈 他 这卖奖券呢 他的收入啊 并不是自己得 而是捐给当地的一个呃 这个 一个一个什么学校 也是一种善举哈 这是抽奖 这也是另外一个VIP 然后呢 这是一些呃 小朋友的演出 这是那个 开心的女儿哈 达拉斯著名的 这个小 舞蹈家 这是VIP 帮的抽奖 这是优秀员工的发奖仪式 像拍这种照片的时候啊 呃 一定要去呃 跟这些跟被拍到人呢 去communicate 你可以甚至可以去指挥他们啊 哎 看到这 看到这 因为你想拍到一张和和那个很好的照片的话呢 首先 他的表情要好 而且呢 不能闭眼睛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你应该去引导他或者是暗示他 包括后面我们将来看到很多照片啊 都是这样 你要拍到一张非常满意的这种照片的话呢 哎 你要适当去指挥他们 这是另外一个获奖的 这是一个魔术魔术师在表演节目 哎 这就是他们把最后所捐的所有钱啊 捐给了当地一个一个学校 你当当时看上去啊 并不觉得很 special 但是呢 你要是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过了几年以后 你再回头看的话 你你会觉得这种照片啊 非常的珍贵的 这是呃 抽到一个大奖的这个这个client 一个手机呃 iPhone的手机 好 这就是呃 那次这个宴会的一些照片的呃 share 然后另外有一点呢 想跟大家呃 随便提一下哈 就是参加这种宴会的话呢 呃 这个摄影师啊 要学的聪明一些哈 smart一些 怎么怎么说呢 假如说你太百分之百的这个 去把时间全部花在这个照相上的话呢 呵呵 那么最后你是饿了肚子的 所以呢 有经验的摄影师的话呢 都会 早的空隙时间呢 也自己要吃点东西 好 一定要不能亏待自己了 好 这是我的一个 作为一个过来的那个advice吧 要 哎 最好是抢到那些演出的这个时候 哎 趁机吃点饭 再有一个地方想给大家建议的就是说 呃 当你被har去拍这种那个 这个 event的时候呢 最好跟organizer商量一下 把你的位置呢 首先 把你安排一个位置哈 然后呢 把你的位置呢 能安排在 你拍摄地点最佳的 那个地方 你可以去先看一看 假如说你 呃 没有给你三位置 或者是三个不好的位置的话呢 哎 你可以提前到那以后呢 跟他们商量一下 把你的位置呢 安排在一个 拍摄角度 最好的地方 啊 这是另外一个 一个 一个suggestion 好 咱们 接下来再 呃 再讨论另外一个assignment 呃 大家可能 很多人记得哈 在 2016年的时候呢 在纽约的一个华人警官呢 叫呃 毕特梁 梁警官 被被诬陷说杀人 对吧 呃 后来呢 那时候这个各地的华人哈 在美国的各地华人都起来去集会 去 声援这个梁警官 大家还有印象吧 呃 在达拉斯也不意外哈 达拉斯的 我记得那是华人最团结的那一次哈 啊 声势浩大 呃 在 在当趟举办了一个集会 那天呢 呃 去的去拍照片的这个摄影师也非常多哈 可能有二十几个人 然后假如说你被散了这么一个project 你怎么去finish这个project successfully 好 一样 啊 open open question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讲讲自己的想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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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呃 David 听不见 听不见你的声音 那行 那其他人 因为其他人 Serena 我是感觉拍这个应该比拍 像之前前两个 觉得更有意思一点吧 或者是更有发挥的空间 我会觉得 就是抓拍一些特写镜头啊 然后局部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 这是我待会要强调的 对继续讲 讲得非常好 或者是还有说 他整个示威的场面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 有大景有小景的特写 就是都要拍到这样子 对对 然后抓一些比较 让你觉得很抓眼球 或者比较striking的一个 那个时刻吧 的照片 没错 跟拍一些公司的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接拍 有点那种感觉 对不太一样 没错 其他人补充吗 有没有就是参加过那次拍摄活动的这个摄影师 如果能够提前去踩点可能会更好 看一下光线的方向 对也不错 从这个摄影的这个技术角度考虑 你有就是你要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就是说 你事先要知道这个游行的路线是什么地方 要自己选几个点 然后在这个几个点上等他们过来 不要是说 等他们走过去 你是哎呀太晚了 嗯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要 因为游行嘛 嗯 所以你要有个制高点 从上网下拍 嗯 那么要带个梯子啊 什么很轻的 还有能跑 有道理 嗯哼 呀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我可能还会抓拍一些 用大长焦抓拍一些眼神 抓拍一些表情 我觉得既然是这个就是有点有面 但是这个点的地方 可能还是 还要再长焦一点 把那种人的那个 情感表现出来 他想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 嗯 讲得非常好 嗯 好 那咱们看看 我的一些那个idea 刚才很多这个 那个很多人都提到了 首先呢 把这个大场景给拍下来 对吧 但是有一地方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拍 这就联系到第二点 就是说 因为这个游行是在达拉斯举办的 对吧 所以呢 假如说你能抓拍到 就是说别人一看的照片 就知道是在达拉斯拍的 那就更好了 啊 所以呢 要要要 要寻找这个机会 看看他那个从什么角度啊 能把达拉斯一些 这个比较有标志性的 这些这个building来拍下来 对于非常好 呃 下一个呢 就是当然就是说 呃 要把这个游行 游行这个 游行人的这个手里 举的一些标语牌子哈 呃 选择性的 呃 被一些那些比较 呃 能抓眼球的 那些标语牌子拍下来 再有一个 这要提到的 要focus在 三种人群里面 一个是老人 第二是妇女 第三是小朋友 这个男人 sorry 因为就说 根据这个行为学的 这个专家就说啊 你照片 这个subject 假如说是这三类人的话呢 这个照片就能更吸引人 老人 妇女 和小孩 好 刚才下一点 还有一个 刚才谁提到了哈 就是说 更加你的镜头啊 要更加close 到这个person 到这个subject 多一些close up 这些close up的话呢 尤其这个facial expression 这个脸部表情 能抓住人的眼球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刚才也提到的 抓住那些 很感人的画面 好 大家看看 这张照片 我想大部分摄影师呢 都是这样拍的 假如说你能 再close up一些 这张照片 是不是更好一些 呃 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当时在休斯顿啊 达拉斯啊 还有那个 奥斯顿啊 San Antonio 呃 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 华人游行 也去了很多记者 但是最后我 这个新华社通知我 告诉我 这张照片 只选了这张照片出来 我想他选这张照片呢 是很有很多理由的 首先他非常close up 非常的吸人 吸人眼球 再一个呢 这个这个lady和他 这个小朋友 这个眼神呢 那一刹那 我觉得抓得非常好 其实这 这个组照片 我拍的非常多 拍了十几张 最后选出这一张来了 这张呢 就是他的眼神 他的领部表情 是最佳状态 好 我再给大家看看 就是那次集会上的 其他一些照片 记着我说的话 focus在小朋友上面 更加close close to to the subject 这个怎么 大家还记得这是谁吗 David Liu David Liu David Liu 我们前任的会长 和他女儿 这怎么又看不见了 好 这一张呢 就是我说的 要把达拉斯 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物 给作为背景拍下来 这背景呢 就是达拉斯的这个 重锋塔 别人一看 这张照片就知道 哦 这是在达拉斯 举办的这个机会 这张呢 既有背景 达拉斯的重锋塔 再加上这个场面 然后呢 抓住那些能感人的 大家看看右边这样照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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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非常感人 然后刚才讲的三种人群 老人 妇女和小朋友 这个苏子也在 在镜头里 小朋友 小朋友 我是先拍了这张照片以后 才发现 这个刚才那个那样照片的 那个那个lady和他的小朋友 所以呢 就蹲在那儿 拍了十十十好几张 二十几张 最后选了这一张 好 通过对上述的三个project的一些一些分析 大家可能对这个event photography 有一些大概的了解 咱们下面呢 再再总结一下 这个event photographer呢 photography呢 有分下类这些这个type 不同的type 首先比较常见的呢 是属于那种生日party 家庭的聚会 第二类呢 是朋友聚会 第三类呢 是社区的派对 比如说你这个community 举办一些什么活动啊 或者是你这个community的中国人 举办什么中秋啊 或者是春节晚会啊 然后第四类呢 是这种corporate event 公司有活动啊 公司要举办一个什么年度会议啊 抽奖啊 或者是晚宴啊之类的 这个是比较大型的 然后呢 下一类呢 是学校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当地的中文学校啊 一些什么活动啊 你们那个小朋友的这个中学 或者高中 一些什么event啊 然后下一类呢 是一些文化的庆典 比如说这个咱们和中国人的春节聚会啊 还有这个达拉斯每年都有好几次的这种叫Asian Festival 或者是叫International Festival 都属于这个category 然后最后一类呢 是叫各式的这个exhibition 就是各式的展览啊 比如说 达拉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南瓜Village 在达拉斯那个植物园每年有一次非常巨大的9万9万只的那个这个南瓜呀 给它做成一个南瓜村啊 就是属于这种这类的展览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些也是属于这个event 但是呢 它因为太特殊了 所以呢 别人就把它自己归成一个category 这个包括呢 婚礼 这个wedding 有很多人专门就是concert到我们的这个婚礼 然后还有一个呢 舞台演出 舞台演出也比较特别 也特别就是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多这个技巧 舞台摄影呢 我也有一个有一个那个 于唐克哈 专门介绍怎么去拍这个舞台摄影 然后还有一个category就是体育活动 这个体育活动啊 跟其他的event是大不一样啊 因为他对这个运动 这个action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 他是自己成为一个category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新闻活动啊 各种的新闻 下面三类 下面四类呢 咱们今天就不cover了啊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特殊的一个event 咱们今天讲讲就是前面这七个category 咱们也今天也可以看一些照片啊 不过unfortunately 我拍了一些那个生日的那个party 以及这公司的这个活动的话 因为有这个协议啊 我不能把照片给大家呃 秀一下啊 所以这两个category的照片呢 我今天不会秀啊 但是我会秀给大家其他的一些那个照片 好 啊 下面呢 咱们谈一谈 就是说啊 这个benefit是什么 对于 对于这个摄影师 特别是初学者来说呢 去 拍摄这些event 那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什么呢 首先需求多 就是说 你周围很多人需要摄影师来拍这个event 然后呢 其次呢 它的门槛低 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只要你把这个呃 把这个event给它document起来 照片拍的不是不是非常的差 你把那些呃 那些摄影一般讲究那些spec呃 都都弄好了 比如说光线呃 呃 色温呃 颜色呀 构图啊 这几个大的方面掌握了呃 一般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要求相对来高一点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你去多多参加这些event的话呢 拍摄的话呢 可以来挣的一些easy money 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benefit 下面稍微讲一下这个pricing的一些一些 那个guide哈 呃 首先 当然你要假如别人给你打电话 或者是给你发微信的话 你让你去参加拍摄一个event 你首先要给他问一下 这个是付费的还是是免费的 假如说是付费的话是多少钱 你呢 应该有自己的一个rate 你或者呢 是charge per event 就是这个event你拍下来 哎 你要charge多少钱 或者呢 是根据你的hourly rate 你一小时 是多少钱 比如说你别人请你去 你大概问一下 你这个event大概是多少多少小时了 哎 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个outly rate告让他 这样的话呢 双方达成一个协议 或者呢 哎 你就干脆做vodentia的这个活动 像我的话呢 呃 因为我是这个是职业的哈 我一般呃 拍这种event的话 我是要收费的 除非这个event 是那些小朋友 或者是中学生的一些vodentiaevent 或者是一些教会的event 我会呢 提供一些free的service 但是一般的event的话 我是可以charge钱的 呃 最最重要的最后一点 就是说 要跟这个organizer 要达成协议 多长时间 然后最后的话 你要给他们多少张照片 啊 这个是要这个协赏好的 不能说 他expect的你会差不多 这因为这个这个event 差不多是差不多三个小时 你最后弄出弄出只有给他们50张照片 哎 这样的话呢 呃 可能就下回别人就不会请你了 这是我想给大家聊的 一些关于怎么charge的一些 一些那个idea 好 下面呢 咱们聊一聊哈 就是说你要把一个project 去很好的完成下来 你最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好准备工作 第一呢 要对这个活动呢 要了解一下 现在的那个 那个google啊 他上面很多这种information 你要拍一个节目的话 比如说你要拍一个气球节 对吧 你要上网一下 把这个气球节 这个这个program 要要他的schedule 你要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气球 呃 在什么在什么在什么时间呃 那个放飞 你这个这个要要要了解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随便去 哎 你早 今天早上六点钟 就这个气球 气球已经放飞了 这个 所以要花点做点功课 要花点时间 把他这个这个event的 这个大概的这个schedule 你要了解一下 然后另外呢 对这个活动地点 也了解一下 特别是那些在downtown 这个比较crowdy的那个地方 你要了解一下 包括你的parking 在什么地方停车 这个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 比如说他的event是 晚上七点钟开始 对吧 哎 你琢磨一下 哎 从我到那个 到那个地方 差不多半小时 哎 我六点半 或者六点二十去 去了以后 完蛋了 找到了parking的地方 等你找到parking的地方 停下来 已经七点半了 你就错过了这个 这个这个event 所以一定要 要了解 这个地 地理情况要了解 包括这个parking的information 要了解 好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呃 我要给他建议的 就是说 有些event啊 呃 他是有门票的哈 有些门票 而且挺贵的 但是呢 他作为这个organizer的话呢 他有很多media path 因为他希望这些media 呃 去给他做宣传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自媒体啊 social media 非常的 那个火爆哈 所以呢 他这个organizer的 一般都有很多 这个media path 关键你需要去 去询问 所以呢 你要 呃 准备去 这个拍摄 这个活动之前呢 你要给这个主主办方呢 去给他们联系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media path 假如能拿到了话呢 哎 不光你可以就是 省了这个门票的钱哈 有时候还挺贵的 一百块钱 而且呢 你这个media path啊 有很多advantage 你可以到那些 你可以到那些一般的门票 不能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非常 很重要的一点 争取拿到media path 好 下一个呢 呃 就是关于摄影师的这个穿着的 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general knowledge啊 不光是拍 拍摄这个 这个event 拍摄其他的 这个 这个project也一样 最好呢 是穿 深色或者是灰色的衣服 呃 不要穿的 花花绿绿 或者是 太白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成为 活动的 这种 这个 destruction 啊 还有一个就是从 这个 这个技术角度这样讲 你要穿其他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这个灯光 假如说有些 比如说wedding 他对这个灯光要求 非常的 非常严格 假如说你穿的是 白色衣服的话呢 可能就会影响这个灯光啊 最好避免 呃 说到衣服 然后呢 鞋也是要舒适啊 你想 呃 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下来 你要鞋穿的不舒适的话 呃 可能就是 对你这个fatigue 是有影响的哈 会容易疲劳 呃 而且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在室内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地板的话呢 你假如你穿的这种高跟鞋啊 呃 会有响声的话呢 呃 就会影响你的工作 呃 然后 刚才也提到了 最后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跟那个organizer 达成一个协议 一个agreement 呃 要了解 他希望这个摄影师 是拍什么 怎么拍 大概呢 最后会出多少张照片 这个呢 一定要达成协议 这是准备工作 好 下面咱们来讲一讲这个这个gear 这个照相器材 都需要准备哪些 呃 照相器材 呃 我的建议呢 最好是有两部相机 啊 呃 因为 你要用不同的镜头 一个呢 是拍大场景的 必须是24到70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要close up 要一个长焦 呃 有的人呢 假如说一个相机的话 他的镜头可能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所以干脆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要准备好两部相机 就是固定好 一个相机就是拍这个大场景 另外一个相机呢 就是拍这个这个close up 呃 然后闪光灯 呃 假如说这个 这个event是在室内的话 呃 建议要用闪光灯 不然的话呢 你的照片的画质就会塑损 因为室内光线不行的话呢 你的ISO都会跳得很高 3200或者6400 对吧 然后你要是呃 照完照片以后 你在电脑 在那个什么 那个照样机上看 哎还可以 但实际上你回到家里 你把的照片放大 到那个monitor上放大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照片的画质非常的受损 所以呢 假如说能用闪光灯的话 一定要用闪光灯啊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呃 闪光灯的备用电池 我建议大家 看看啊 在这儿哈 假如说你去拍一个会议 呃就是这个event的时间比较长的 这样一个event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必备这一个东西 呃 他是那个神牛神牛的那个就是电池 那个 那个battery pack 呃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哈 我这就有一个哈 他呢 有根cable在这儿 这个cable呢 就是连接到你的这个闪光灯上 那个闪光灯呢 我我这是佳能的哈 尼康索尼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有一个接口 然后你把这个接口呢 把这个线呢 插了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闪光灯 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闪光灯呢 里面必须装有装有电池哈 但是呢 他你不装电池的话 他不会不会work 一定要装电池 但你装电池以后呢 他工作原理就是说 他是尽用尽量用这个 这个battery pack的这个电哈 这样下来的话呢 你这 充好电的这个battery pack呀 可以给你提供1000 到1500张这个flash 这是非常的那个powerful的 假如说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光靠这个闪光灯 一个闪光灯的这个电池的话 你可能拍个 100张的话 首先 他这个 闪光灯的recycle time 就会加长 可能两秒钟才才能ready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 这个电池必须有限 对吧 最后最后 这个闪光灯就没有 就就就没有power了 所以呢 假如说 假如这个event是一个比较 时间比较长的话呢 我建议 大家 购买一个这个东西 这东西也非常便宜 现在现在才100块钱 好 这是闪光灯 然后呢 脚架 也是必备的 你特别是拍那些 就是集体照的时候 假如在室内拍集体照 建议是用三脚架 这是照样 照样器材 这是必备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 optional的 这些照样器材 这个是 节日的背景布和背景价 假如说你要拍那些 就是文化的一些集会啊 或者是像刚才我 咱们第一次谈到了这个 这个mixed family 它那个中秋聚会的话 哎 建议大家 必备一个 这样的东西 这个背景背 背景布啊 非常 现在非常多 你在那个eBay上 或者是在那个 Amazon上都可以买到 不同这个节日的 这些背景布 非常便宜 都是Made in China的啊 然后呢 假如说你想把这个 照片照得非常好的话呢 这个必要的 这个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这个 必备 这个摄影 散 或者是高 更高级点的话 这个用那个 softbox 用这个strope 然后呢 当然你要是用 这些东西的话 你必须要买这个trigger啊 这是咱们那个 深圳出产的 那个出品的 这个永诺的 这个trigger 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便宜啊 它是这样 它是一个 一个transmitter 是放在你相机上面的 然后呢 一个呢 是放在这个闪光灯 或者是 那个平闪灯 strope上面的 它通过 这个来控制这个 非常好用 这个呢 我是在 我在那个 另外一堂课上 有专门的介绍啊 怎么去 建立自己的 那个home studio 这是这些optional的啊 好 现在时间多少了 现在是 差不多一小时啊 好 差不多 好 你准备好工作了 然后呢 在出发之前的话 一般建议呢 提前到达这个地点 这有几个好处啊 第一个呢 假如说这个影片的 会有很多摄影师 会去的话 你要提前到的话呢 哎 你就会拿到一个 找到一个 最理想的拍摄地点啊 你要是准时到的话 你可能到时候 就没地方挤进去了 然后呢 第二是观察活动现场 争取最佳的 那个摄影角度啊 然后呢 第三呢 呃 可以 提前和那些主办方啊 去 跟他们沟通沟通 沟通 然后到时候呢 拍摄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就是说 尽量早点到啊 然后下面呢 咱们来讲讲 就拍摄过程中啊 它一些什么 这些技巧啊 这些tips 首先呢 咱们要讲一讲啊 呃 建议呢 最好是用这个 弱格式去拍啊 因为这些活动啊 它有些 它那光线啊 呃 不是很 那个 很充足 或者是 不尽人意啊 呃 你用弱格式去拍的话呢 即使当时光线不行 颜色不行 但是呢 我可以再通过后期 来进行修补啊 假如说你用JPEG 方式去拍的话呢 你在做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 那个修补的余力就不大 这个原因大家都可能 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JPEG呢 它是一种压缩技术啊 它拍的时候 它已经把那些 这些photo的information啊 都已经丢失了 而弱的话就不一样 弱的话呢 别人用另外一个名词 来代替 它是一种 lossless format 就是说 所有的information 都在里头 你可以在后期 把它拉回来 光线 颜色啊 都可以拉回来 所以建议大家呢 是尽量用弱格式去拍 然后呢 第二呢 呃 室内 建议用闪光灯啊 这是刚才提到的 当然了你要跟那个主办方去问 confirm一下哈 看看这个以便的是不是可以用闪光灯的哈 一般的话是没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要保护自己的器材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看这照片哈 这是去参加一次 这是去参加一次那个什么 color run吧 非常的疯狂啊 到处撒这个颜色粉啊 所以你不注意保护的话 你的相机就可能受损失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要下雨的 你要注意到那个这个防雨 像我的那个背包里头一般都会有一些那个塑料袋 以防万一下雨啊 好 咱们呢下面来 遭断讲一下拍摄过程中 有一些什么这个tips哈 其实有些tips呢 前面已经cover了 首先呢 这个流程要拍下来哈 然后包括整个场景 要拍下来 很多这个organizer 都非常注重这一点 每次拍完以后 他们都会问 这个整个场景拍下来没有 最好呢 当然是用广角拍整个活动场景哈 然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假如说他有个会议室的话 你要从这个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拍 拍的时候呢 先不要考虑那么多 然后你在做后期的时候呢 再选择一下 你认为是最好的角度啊 拍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把那些VIP 那些比较重要的这些subject 这些人物啊 要拍下来 而且 是通过不同的这种 这个场景拍下来 我注意到哈 就原来参加这些 这个一些活动 这个摄影师啊 他们都是 哎 到那去 看了一个人在讲话 上前 然后砰砰砰 砰砰砰 拍几张 然后就走了 这个其实是 是那个不够的哈 首先呢 你拍的时候啊 你不知道这个人表情是什么样的 你当时拍的时候 看的表情不错 但是呢 你在按快门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闭上眼睛的 所以呢 你后来 你你回到家里后 你仔细看照片的话 哎呦 三张照片 两张是闭眼睛的 一张呢 是他那个嘴巴是歪的 这样的话 你的选择性就不多了 所以呢 拍这种重要人物的话呢 一定要多拍 啊 多拍的话呢 你的选择性才多 然后第二点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要用不同的这个场景来拍 就是用近景 半身 特别是还有那个特写 还有包括这个全景 特别重要的就是说 要把这个活动背景给加进去 我待会有有几张sample 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呢 有不同的角度 利用前景和背景来构图 最后我刚才提到的 一定要多拍 不能到那去拍两张就走了 一定要多拍 好 这个是达拉斯的一个名人的 这是2019年在达拉斯一个ACP 叫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他每年举办的一个Metricon 一个集会上 非常大的一个集会 拍的 他是TI的高级副总裁 现在好像是退休了 叫谢斌 他上台讲话 首先呢 你要巧妙的把这个 这个会议的背景 给他放在这个构图上面去 然后呢 当然最重要是他这个 讲话人的这个表情 还有他的手势 从不同的角度 前面几张呢 是从他往左 往他的左边看 最后一张呢 是他往右边看 这种角度都必须要 而且呢 这样这些照片每张 都有这个会议的这个名字 大家一看到照片就知道 哦 这是谁谁谁 在什么场合 做这个讲演 好 咱们来看看另外一组哈 这个达拉斯的人都认识 这个这个女士吧 她是呃 叫Angie Button 是德克萨斯的州议员 这老太太非常的有活力 拍这种 就是这个VIP的话 我一般都会拍二十几张 可能 不到一半 就是他 闭眼睛呢 或者是 嘴巴 讲话的时候 不是很满意啊 这些照片都得去掉 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一些你比较满意的照片 最后一张 我还是很满意的 就是他 跟另外一个 这个州议员 两人的这种 这种两个人讲话啊 一个是往这边 一个是往那边 这个moment的抓到 我觉得还比较满意 还有就是这种 这讲话的手势啊 好 咱们接着走啊 下面一个呢 就是要拍摄一些 让人有感觉的 让人一看的照片啊 就wow 这种照片 这种照片呢 刚才也提到了 第一个 要在那三类人里面 下功夫 女人 老人 和小孩 然后呢 刚才也提到了 更加的close up 更加的靠近你的subject 这样的话呢 才能抓住 这种他们的 facial expression 这个刚才 这个照片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拍那个 知识良景观的 那个机会 然后下面再讲一讲 就是拍合照的时候啊 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首先呢 要避免用广角镜头 去拍合影 因为广角镜头的话 它都有distortion 就是这个扭曲啊 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就说你要用标准镜头去拍的话 你这个 这个 跟那个 跟那个人群太近了怎么办呢 哎 那你只能是往后移一移 有时候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没关系 你就让人帮你把后面的桌子啊 给抬一下 然后给你更多的这种空间 来拍这个照片啊 最好避免用这种广的广角镜头去拍 然后还有一点呢 非常重要的哈 你可能 拍这个 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都会用最大光圈 对吧 因为这个 室内的光线不够 你可能都会用2.8的光圈 但是 你要一到了 要拍这个group picture 特别是那些有两行三行 这个人的这种group picture的话 一定要注意 把光圈换一下 把光圈变小 以获得更大的谨慎 不然的话呢 你的照片第一排 或者是第二排是清楚的 其他的都是虚的 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当然 大家就会问 这样的话 你这个ISO就会上升啊 这个时候的话 你宁愿牺牲ISO 也要获得最大的谨慎 把人拍清楚 然后呢 第三点呢 那个什么 刚才也提到了 你想象一下哈 假如说你这有30个人 对吧 有60只眼睛 假如说其中一两只眼睛 闭上的话 理论上说 你这张照片就是废片 所以呢 一定要避免 眼睛闭上的这种情况 一定要怎么怎么办呢 我一般都是 哎 这时候 这个摄影师 就是the chief command commander 我就是指挥家 我就是个总司令 大家都听我的 你甚至可以把手指拿出来 哎 现在该我拍了哈 都看了这儿 然后呢 你给他们指令 比如说三二一 然后大家听你的指令 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眼睛闭上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非常小的 当然了 你也要多拍几张 以免发生这种情况 然后呢 在拍这个发奖时候的照片的话 也要给他们的手势或者暗示 那比如说他们的spacing 比如说这两个人站了跟那个人比较开 所以呢 你要给他们解释一下 或者暗示一下 让他们往中间挤一挤 然后呢 用手指告诉他们 哎 看这儿 然后呢 给他们指令 三二一 这样的话呢 你照片出来的这种这种照片呢 就 非常的 这个好 掌握了 把这个最佳时机啊 给掌握住哈 这是几张照片 这是有八个人扩奖的照片 假如说其中一个人表情没有 给你 呃就是眼神不在你没有听你的 或者是走神的话 这个照片的效果就 就达不到 这就是一张废片 就你按快门的一刹那 所有的人都要跟你沟通 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tips哈 呃要注意到现场的 比如说水瓶啊 垃圾桶啊 麦克风啊 等等一些这个这个 destruction的一些一些物体 构图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 呃另外呢 就是要拍摄一些 大家都容易忽视的细节 比如说气球啊 花束啊 或者是活动场所 用的一些装饰啊 然后呢 那些发奖时候用的那个奖品呢 你可以来一些特写 这些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啊 然后最后呢 呃拍摄一些有趣的场景啊 我这一张那个 这个sample 哈 就是color round里面有一个新婚 新婚的夫妻啊 参加 看是不是有这样照片 哎对 看 就刚才看的那个 大家 撒那个 那个color 那个 那个粉的color round 其中就有一对 新婚的夫妇来参加 哎 这就是 一下子把这张照片的趣味点就提高了 还有这张照片 也是在这个color round里面拍到的哈 这一对小情侣 打情骂俏 然后呢 那我看是不是 最后一个tips啊 就是在一些没有人的场景中啊 要注意把这个人的这个元素啊 给加进去 这样的话呢 你这样照片就活了啊 比如说 呃 这个lego 就乐高啊 那积木 呃 大概我有我有这个sample啊 假如你只拍这个乐高的话 没有人的话 你觉得这个照片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死啊 没有活力 所以你要很巧妙的把人给加进去 或者是人从那经过 你抢下来 或者呢 你呃 去跟他们说一下 哎 能不能帮我忙 你站在这个乐高旁边 然后呢 看那个乐高 然后我拍一张 就是把这人的这个这个元素啊 加进去 这样的话 把这张把这个照片赋予活力啊 啊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你假如说没有照片上没有这个 没有参照物的话 你 你看了照片的人不知道这个这个乐高啊 或者其他的那个这个subject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scale啊 但是你把人加进去的话呢 哎 这个这个看看照片的人一下就知道 哦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size啊 所以你要要非常的呃注意到把这个人的这个元素啊给加进去 咱们来看一看哈 这个呢 是在这个我刚才讲的达拉斯这个植物园每年的南瓜节里面啊 呃 是去年还是前年忘了 所以摆成一个钢琴啊 哎 小朋友弹钢琴的时候呢 把这个这个人element加进去 好 这一张就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积木呃 在达拉斯一个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啊 他有十几个用用乐高积木搭建的 大建成的美国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建筑物 假如说你只拍这么一个这个建筑物的话呢 这个照片非常的boring啊 然后呢 哎 正好有两个小姑娘在那扔扔那个钱币 你拍下来 这样的话 这样照片就活了啊 好 这是我要讲的 就是在拍摄时候呢 一些 tips 呃 然后拍完照片以后呢 呃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后期啊 呃 刚才提到了 有些有些那个拍摄场景啊 对照片不是很理想的光线不足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你用弱弱格式去拍完以后呢 哎 你来回到家里做后期 后期呢 可以对拍摄的时候不够完美地方呢 进行修正 包括光线呢 色彩啊 白平衡啊 还有那些噪点啊 都可以得到那个很好的修正 然后呢 做后期呢 可以让你照片的人呃 变得更美啊 呃 另外呢 你拍的时候 这个构图啊 如果完美的话 你可以通过后期去去进行crop 然后呢 完美 这个把这个照片的构图呢 更加完美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做后期的 这么说吧 有人比较lazy啊 不喜欢做后期 你自己可以给家人那个照照 哎 到那个网上去share一下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假如说你要呃 踏上帮别人去想拿到这个佣金 然后去帮别人拍照片的话呢 哎 你就必须要做后期啊 这是我的这个建议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就是我拍的一些 那个这个影片的这个照片 咱们来看一看啊 然后最后咱们那个Q&A Q&A好不好 现在8点16 还有时间 刚才提到了啊 就是这个生日啊 还有那个corporate的event 我不能不能给大家share 因为有这个agreement 所以呢 我就把其他的一些这个照片给大家share一下 这个是呃 这一组照片呢 是在plano每年有一个叫亚洲节 asian fest 呃 拍的一组照片 当然我拍了很多啊 是其中的一些照片 这个是讲一个美国的父母 可能离养的还是什么之类的 在用用用看用筷子 来夹这个珠子 就说 抓住这些细节啊 你也你想 你到这个亚洲节去啊 那个Asian fest 很多人山人海的 你拍什么呀 你用长焦去找这些兴趣点 这些有意思的画面啊 close up 这个美国的一对这个小朋友 带上那个狮子 还有这些这个舞台照片啊 当然舞台照片你这些 这个这个 这个谢幕这一刹那 你要拍下来啊 这是一个朝鲜 大姐在表演这个 舞蹈 当然这种照片你要拍很多 然后再选择一张比较满意的 这是达拉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变武术的 他是律师啊 经常在这些场合上出现 好 这是第一组 这是Asian fest上拍的 好 咱们下面看看这个 就是在达拉斯 2018年吧 举办的 2017年举办的这个叫 Color Run 大家都把那个各种各 各样的颜色的那个粉末啊 都往往空中 往对 往对方上身上撒啊 好 你看这个小姑娘的脸 当然你的大场景也拍啊 但是呢 更多的可能是要 照这些近景 你看这是大场景啊 像拍这种照片的话呢 你就要用那个连拍对吧 才能把这个 这个action给capture下来 好 这张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新婚夫妇 这张咱们刚才也看到的 好 这是2017年的Color Run 然后这个呢 是达拉斯这边有一个 汤叫Greep Wine 葡萄园村 葡萄园市 他每年有一个叫葡萄节 Greep Fest 这拍了一些照片 选了几张 小朋友 好 这是这个三 三组这个 这个趣味群体之一 用脚来采葡萄 然后呢 采下了那个 那个葡萄汁 从那个下面管道流出来 看完以后 可能没人敢喝了 是吧 这是比赛 看谁 看谁 那个采出了葡萄 更多 谁的 这是每个都是couple 上面那个和下面那个 是一对 然后 最后最多那个 那获奖 对 这是葡萄节 然后呢 这就是 我刚才 给大家看到了 看到几张的 这个 这个 Lego 乐高积木 在达拉斯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呃 堆 堆放了几个 十几个 那个美国有名的 这些建筑物 这个就是那个 独立钟 啊 哎 假如说你 只拍这个钟 没有这个小朋友的话呢 这个就很boring 啊 哎 我就在那等 等等 哎 看了小朋友过来了 正好眼神往这边看 然后呢 按一下快门 这是另外一张 自由女神像 然后 这是美国国会大楼啊 好 白宫 有时候你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就必须在那等啊 然后呢 呃 最好是用 交那个交界长一点的 长交啊 在那等 这样的话容易 一个抓拍 然后像这张的话呢 他没有人 但是呢 他有这个背景的参照物 这样的话 看照片的话 看照片的人就知道 这个这个 这个building 大概的size 是什么样的 还有这一张 这张 这张是在那个新华网上发表的哈 就是有一个人作为参照物 然后呢 一下子 呃 就 活了 嗯 这张照片呢 我们刚才看过 好 下面给大家看看这个拉 美国的拉拉队 漂亮的小妹妹哈 呃 美国这个拉拉队的协会啊 总部是在达拉斯哈 所以每年 在达拉斯都有很多这种 拉拉队的比赛 呃 拍这种照片的话 我多讲 多讲一下哈 呃 我曾经在那个达拉斯的咱们那个 呃 亚裔协会上讲过 呃 他的主办方啊 你可以去申请这个media pass 但是呢 他给你寄来这个media pass里面 明文规定 你不能 不能带 长于50毫米的 这个镜头 那大家都知道 你要是只拿一个50毫米的镜头的话 你根本就拍不到这种场景 因为他这个舞台很大 你人 很靠后的 呃 所以呢 我就变通了一下 所以利用这个这个 这个残浮里头的那个crop factor 呃 就是说用一部残浮相机 这样的话呢 你50毫米的镜头 就加能的话呢 就乘一个1.6 就变成了80 差不多75到80毫米的镜头了 这样的话就说 把你的长 那个 这个 这个 焦段呢 就变长了 通过这样的原理 哎 去捕捉到 可能 正正常下 捕捉不到 捕捉不到的一些 一些场景 像拍这种照片啊 多讲一句 光线呢 有时候是不是很够的 你又不能用闪光灯啊 所以的话 他的那个拍完以后 这个噪点啊 这个ISO因为很高嘛 所以噪点的很大的 所以 这种照片的话 你必须要做后期 然后呢 在那个 过道里面 为他们拍 拍一些那个 进景 他们很 很乐意的 你叫他们一下 哎 他们都会摆脱知识来 让你来拍照 这些照片都很 很仰眼睛啊 好 好 咱们下面看看这个 Hockday 在达拉斯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女 女子学校啊 叫Hockday 她每年的 这个毕业典礼呢 非常的漂亮 就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啊 每一个 她是女子学校 每个毕业生呢 大家就看到 身穿这个白色的衣裙 然后呢 戴上自己编织的 这个有花的这个白帽子 然后呢 提着花篮 然后呢 从那个 从那个会场外啊 一步一步的走入会场 哇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每年 每年我都要去 去为他们拍照片 然后呢 这样照片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加一些 这个喜剧效果啊 比如说 我就让他们 做些怪脸啊 或者是大家都指到 这个这个毕业生呢 就达到一种 这个照片一看 就一种气氛在那啊 这个完全是要你 这个摄影师 要告诉他们去 这样去做的啊 不然的话 你这几个人在那 你就拍了他们 就是哎 脸带笑容 就这样照片的话 就是好像 太normal了哈 要增加一点情绪感 当然 像这种照片的话 你肯定是要拍一种 这种 你家人的合照 对吧 这是并不聊的 这个就是 呃 我刚才说的 这个 开那个毕业典礼之前 这个 这个姑娘们 一个一个的 提着自己编制的花篮哈 走向这个会场 呃 假如说你要去拍 这种照片的话 你一定要 知道 你被邀请拍的 那个毕业生的 他的位置啊 不能拍错了 因为人很多 可能有 两百 两百个毕业生吧 当然他会把名单告你 哪个人在前 哪个人在后 他有一个花坛 走向花坛 然后走下花坛 然后呢 这是坐在那个 这个舞台上 然后呢 等到了 等到那个 你去领取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呢 大家要站起来 哎 你要知道这个 你你被拍的这个人的位置哈 因为这个舞台 跟你很远的 这时候你必须要用这个 长焦 去捕捉到 然后呢 给这个校长 要合影 然后呢 给这个校长 抓住他的表情 然后这就是一般的这个家庭 合影啊 然后 毕业完 毕业典礼完了以后呢 他们同学在一起 然后呢 你要为他们拍一些同学之间的这些合照 合影啊 比如这张就让他们背对过去 然后呢 回过头来看 效果非常好 这是这个 那个毕业典礼的那个 这个现场 这一张是 开毕业典礼之前拍的哈 这是 我用了那个 ZEISS的这个 人像王镜头拍的 这个效果非常 颜色啊 这个背景呢 非常的 非常漂亮 很遗憾就是那个ZEISS的镜头啊 是 是那个手动对焦哈 所以拍摄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效果就非常好 就是另外一张 对于是他这个 颜色还原呢 非常的漂亮 好 生活在童话世界里 好 里面有不少的 这个 中国 小姑娘在那上学 这个是 达拉斯的一所 中文中文学校吧 叫Ivy Ivy School 他每年呢 过中国年的时候都要 我都要去帮他们拍照片去哈 小朋友在 在台上表演 这是两个小主持人 这是那个 这些这些小姑娘都是谁的 都是那个 Lucinda老师的学生哈 他们他在 Lucinda是那个达拉斯 一个叫拉丁舞的老师 他在那开班哈 这些是他的学生 上台表演 这个很有意思 跳那个台湾 台湾的这个 高山族的舞蹈 像这种照片的话 你必须要用闪王灯哈 这是这个达拉斯比较有名的歌唱家 陆迪老师 也在那开了班 这是他的学生的 在开场表演 然后呢 就像我刚才在看那个Mixed family那个照片一样 我每次去他们拍这个party的时候呢 也把这个有具有中国春节气氛的这个背景布啊带去 然后呢 呃 两边 摆上两两个这个灯光 用有那有那个那个伞哈 摄影伞 使这个灯光更加柔和哈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拍的这个 这个全家福的照片 非常受欢迎哈 大家都都想拍 这是给大家选出的一张 这是Ivy School 每年都要去拍 然后我看看哈 呃 我还有一个是 菲律宾 一个协会 他们 田丹老师啊 这个屏幕上好像被画到这个稻子 重新share一下screen 看他会不会go away 你有没有看到屏幕上好像被画 看到了 看到了 我不知道怎么形成的 我以为你们看不到 看到 好像想说他一直在那 怎么办 我 那重新share一下screen 看一下 我turn off是吗 还是 呃 就是重新share一下 就是stopshare一下 好 对对 试试看 啊 我stopsharing 然后再重新再来一下 然后我再sharing 对 我们的小仔的不听话 那是在那跑来跑去的 对 sharing 哎 好 各位了 现在可以看到吧 可以 没问题了 好 谢谢 好 下面给大家看的是 就是呃 菲律宾 呃 一个什么协会举办的一个晚宴哈 也是呃 大家拍这种这种event的时候也要拍呃 刚才讲的一些tips哈 把现这个现场那些这个场景呢拍下来 然后呢 这一entry这个接待人员把他们的工作状况也拍下来 这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对 你帮他 是这样的哈 你要 多给他们拍照片的话 他们会很高兴 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工作中呢 他们会大力的支持你的 知道吧 这是这种互惠的这种关系 就一定要给和他们的关系搞好 然后像拍这种这种那个照片的话 你不用闪光灯的话你就出不来这种效果 所以一定要用闪光灯 就他们的奏国歌 然后这两位美女主持人啊 这种拍这种VIP的 哎 刚才讲过要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向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会议的那个 这个什么会议这个背景都拍下去啊 还有这个讲话人这个手势 然后还一个 还一个地方要要给他提到 就是拍这种晚宴的话呢 最好是每个桌都拍一张这个照片 好 这是其中一桌 这是一个performer 这是发奖 看他有这种礼仪啊 把这种这个礼仪要拍下来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个拿了奖杯的这种 拍这种照片啊 你看上去很简单啊 实际上呢 到到时候这种各种情况都会有 比如说这个男的的话 他可能就离这两个女的这个距离啊 就没有那么近 这种spacing造成的问题的话 就会你对你的照片的美感产生产生问题 所以假如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应该作为摄影师的话呢 你应该指挥他们 让那个男的 你做下手势 让那男的往那边靠一靠 或者这边呢 要离开一点 这个都要你去指挥的 你才能得到这样一张比较满意的照片 不然的话呢 你要是只是去passive的去 就是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交流 就这样摁一下快门 这样你出了照片会不尽人意的 好 这是菲律宾人的一个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当地住在Allen Allen是一个城市 他有很多华人 他有一年呢 就搞了一次聚会 就过去帮他们拍 这是小新的那个什么女儿啊 他们有些舞蹈啊 他们场地比较狭窄 所以呢 有些照片 前面你可以看到人头啊 这也没关系 你知道 这是反映着当时这种场景啊 让老人给大家发红包 要抢着这个moment 小朋友表演 然后again 我知道他们是这个 我忘了是春节还是什么节日去的 所以呢 把这个背景幕也带去了 背景幕这个背景幕用的 用的真是 真是那个什么 用了很多很多次 然后呢 我也从国内啊 买了很多这个 你像那个鞭炮啊 这些那个 这个上面有这些 还有鱼啊 还有这些 中国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 这些装饰品 都从国内带过来的 好 比如说这张照片 你看上去觉得很简单啊 实际上啊 你要拍下来 真是 真是要花点功夫 比如说你看看这里 可能有20个人 对吧 假如说其中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闭上眼睛 你这张照片就是废片 对吧 所以呢 你就要 得到大家 这个 集中精力 跟你合作 然后呢 你看大家眼神都看着你 这是要 要这个摄影师 要花点功夫的 好 这也是这个 他们那个 主办 主办方的这些 义务工作人员 这是那个抽奖 好像这是最后一组照片要给大家分享的 那行 那就是这个 就是我要给大家 share的 这些照片和这些 这个心得吧 下面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咱们可以共同的 探讨一下 田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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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 你的那个些闪光灯啊 打在人脸上都非常的柔和 你是怎么用光的 就闪光灯拍这些 event的时候 哦 那个 闪光灯 呃 我一般呢 是这样 我就是用佳能的闪光灯 我原来也 我原来也试过用那个 永诺的 那个闪光灯 虽然它的 那个指标 都跟那个佳能是一样的 价钱 非常便宜 但是后来 我发现 它这个曝光啊 这个过度了 所以后来 我全卖掉了 我只用佳能的闪光灯 然后呢 用佳能闪光灯的时候呢 呃 一定要让那光啊 变得柔和 呃 有什么办法呢 我我给大家看看 看几个东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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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的话呢 那个 你可以在闪光灯前面啊 加一个那个灯灶 这个是柔光灶 对吧 但是呢 我加了这个柔光灶以后 我还要用上 一个另外一个 这种这种小 小灶子 就把这个 贴上去 所以这个 它有两层的这种柔光效果 所以出来的那个灯光呢 是非常的柔顺的 然后呢 哎 请讲 没有 你是套在里头是吗 套在那个 对 套在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个松紧带 套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另外一些照片呢 你看的呢 是用那个 用那个 呃 摄影伞 遮住了那个灯光的 就是说 也是用这个闪光灯 然后呢 外面 加了那个摄影伞 所以它也有两层的 至少两层的这个 柔光效果 所以出来的这个效果 就是比较不错的 呃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呢 大家比较常用的 就是说 假如说你没有这些设备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 让那个闪光灯啊 往那个天花板上射 然后呢 再折回来 啊 这是一种办法 它呢 这种做法呢 就能把你的光呢 变得柔 柔顺一些 OK 那你 呃 两层的话 你就是对着人正打 是吧 而不是冲 45度 冲上 我一般是对 我一般对着人 对没错 用这两层以后 假如说你不是 呃 没有这两层的话 估计对人的话 可能就是 最好避免 朝上或者是 朝侧面 对 OK 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闪光灯放在TTL 或者是ETTL 呃 还是放在manu 你自己控制那个power 我一般是用manu manu OK 那 那你 我一般就是换一个场景的话 自己要 要稍微的改 改动一下 当然了就是在 在开始之前的话 你自己大概心里要 要有个速 就是说 这个闪光灯到底是应该 呃 二分之一 还是四分之一 还八分之一 大概有一个 呃 那个什么 哦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 呃 一定要建议大家 那个什么 大家拍照片的时候啊 拍完以后 一定要 把它 用1比1的比例 在在那个照片上放一下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对焦出问题了 是不是那个曝光出问题了 因为怎么呢 因为相机啊 有时候你不小心的话 很容易就就就就就出 出问题 比如说我又几次就发现 我镜头上面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每个镜头上面 都有一个自动对焦 和手动对焦 对不对 哎 有一次发现 不是不止一次 好几次发现 这个这个按钮啊 按到了手动对焦 拍完以后啊 亏得我检查了 发现哎呦 对焦怎么就 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后来 找来找去找到了 哦原来这个地方啊 不小心碰碰到了 这是很很经常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 在照完像 在照 前面几张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 放放出来 然后呢 而且是一比一的比例 来看 是不是你比较满意 假如不满意的话呢 找出原因 及时纠正啊 哦 你那个链接 可以给我们一个吗 就你这个小方的柔光 这个小的softbox啊 叫什么 哦 这个哈 哦 这个很cute 有这个 这个很难找了 你可以就是 到 那个 安博这方去 摄取一下 就是这种 flash的softbox 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 当然了 就这这种 就是其中一种哈 你可以 现在这种 这种 柔光照 很多很多 包括 我原来买过这种 这种原来是比较popular的 可能很多人都有 这种也也不错 嗯 就效果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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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嗯 好 谢谢田老师 不客气 你好 田老师 我是新泽西的 赵玉敬 我有个问题 你好你好 新泽西 你好你好 你好 谢谢你啊 我有个问题是关于 后期的 您提到说 片子回家 一定要后期 但是呢 就是说我遇到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比如是 组织里拍 那个夜间的 rodeo show 然后回来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灯光呢 打得特别的白 惨白惨白的 那后期的时候呢 灯光就很难调 您有没有说拍过这种景象 就是说类似的 在后期上 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 说把这个灯光呢 把它调的 就是说矫正一下 就是能够 看上去就比较自然 您刚才那个 开始说的 那几句话 我没听 没有听 就是说 什么灯光 rodeo 我就是晚上 夜间 做那个 就是 牛仔兽 就是踢嘛 rodeo rodeo right right 它呢 晚上呢 会打 因为是夜间的表演嘛 它会打很强 很强 灯光 对 这种灯光呢 在后期上 处理起来 很麻烦 您有没有 你说它灯光 你说灯光 打在什么上面 比较强啊 整个场地 然后你的成变 回家来以后呢 就看上去 除了大批的噪点 还有很惨白的 那种样子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假如你肉眼 看上去的话 这个场地 还是可以的 不是曝光过度的话 那你照出来 效果却是 曝光过度 那我觉得 还是你 那个照样机的 那个设置 没设好 就说 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说 你拍几张 以后啊 一定要去 看一下 假如说 发现 你这个照片 有点曝光过度的话 你是不是 你的ISO 调的太高了 你刚才 也提到的噪点 比较高 对不对 你可以适当的 把那个ISO 调低一点 假如说 你是用了 那个Auto的话 你可以 manually去 把它调到一个位子 比如说800呀 或者是600呀 之类的 像这种的话 我用的都是 ISO都是自动的 然后 Rodeo的话 一般就是说 尽量的用 高速的吧 这样拍出来 才会好一点 但是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 它当时打的灯光 在处理片子的时候呢 就很麻烦 就白平衡 就很难转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当时拍的时候 有没有 check一下 那个直方图呢 没有 你应该 看一下直方图 看看它 这个曝光 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问你 你那个 速度是用高速 对吧 因为你要 catch的这个action 那你光圈 是用最大的 是不是 那我怀疑 就是你的对焦点 你这个曝光点 你是用那个 那个 average 那个metrics 还是用什么 去给它 曝光的 spot 那我估计 这个这条 是不是出问题了 就说你对的时候呢 那个点 那个光 那个光比较强 所以呢 就造成了 整个画面 都曝光一点过强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就说 不是因为 它现场的光线 太强的 而是你相机 这个设置 导致你照片 一点曝光过度了 这是我的理解 假如说 你能把 ISO 稍微往下调一点 这样的话呢 可能 那个曝光 可能就会 得到纠正 所以就为什么建议 就是你拍完以后 一定要 check一下 你的照片 假如说你 当时发现你的照片 曝光过度的话呢 看看直方图 直方图一般很能 非常能准确的 告诉你 这样曝光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呢 及时纠正 这些参数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曝光 曝光三角 曝光三角 三个参数 对吧 你那个速度 不能调 对吧 光圈可以调 然后呢 ISO可以调 你可以把这两个 那个参数 稍微调一下 就是说 你拍片子的时候 要先看一下 片子的效果 然后及时做出调整 对 非常重要 你像你这个case 只是曝光过度 还有一些 刚才讲的例子 就是它对焦不准确 对不对 你以为准确 但是你 你用相机 那个几个英寸 两三个英寸的 这个画面看 也非常的那个清楚 但是你回家 用大屏幕一看 不清楚 都是问题 所以为什么强调 要用1比1的 这个比例 把照片放大 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及时得到纠正 OK 了解了 谢谢 好 不客气 我插一句 您听到吗 可以听到 OK 你说是 就是这个 灯光很强的时候 这个部分 都是over exposure 那么 你刚才又讲到一点 你是用spot metering 这spot metering呢 就是你选一点 它按照这一点里面 来做 那个曝光 如果你这一点 不是选在你最亮的一点 而是比最亮一点暗 那么你最亮一点 一定是over exposure 对 讲得很有道理 对 OK 那么 现在呢 有一点是非常confusing的 就是说 那个spot 这是一种exposure的 那个metering的方法 但是呢 另外有一种 我也是因为碰到过很多次以后 再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 它不是spot 它叫spot light 非常高 那么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甚至于 同一个牌 不同的型号 它里边都是用的 那个不同的名字 把你搞得 头晕晕了 用这个相机 用另外一个相机 不一样 那么spot 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 这一点 你选的这一点 一般 如果你不 经过特别调整的话 它就是在中间 整个取景框里面的中间 那么有的相机 可以选成小中大 这个叫spot metering 那么spot light metering 完全是两回事 那么有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名字 我已经忘了 叫什么名字 叫center 就是一般的三种 一个是spot 然后它的范围比较小 对吧 只有中间这么一点点 然后稍微大点的话 叫center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overall overall的话 尼康叫metrics吧 然后呢 加能是叫 evaluate 那个什么 就是一个overall的 一个平均值 对 就是你可以稍微 在这个metering 这个moder上面 也改用一下 就不要用那个spot 你要想一个 叫spot light 就是它在点色光 怎么讲呢 就是它在整个屏里面 找最亮的一点 以这一点 作为曝光标准 那么这个spot 因为它也会变嘛 尤其是rodeo的话 有的是它照到了 有的是不照到 它就保证你最亮一点 不过曝 懂意思吗 嗯 所以大部分的舞台上 你舞台上的是 你非要用这个不可 不然的话拍出的 全都是overexposure的 一片白的 然后你拍那个 很多人在跳舞 然后在表演 那个人的脸呢 都是一片白的 随时随你都认不出来 然后呢 如果用的spot light 或者是用其他的名字 你每个相机都不一样 你就要去找 它拍出来就是脸的 exposure是正的 那个背景它就不管了 所以我还猜一句啊 就是说我的这个设计理念 就是result oriented 就是说你要看 不管你当时怎么设置 最终最终的目标 就是说要把一张照片拍好 对吧 所以呢 一个很直接的这个途径 就是说你拍几张照片 以后一定要去check一下 这照片的这个result 是什么样的 假如说你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所以就是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到一个一个地方去拍一组照片 首先拍了几张照片 以后要check一下 看有什么 看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好 谢谢陈老师 不客气 哎陈老师 我问个问题哈 就是比如说拍一个公司年会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餐厅 非常大的一个场地 但是灯光非常不好 可是你要拍到一个 它的全景的效果的话 就是好像这ISO 好像不可避免的 就会比较高 然后拍出噪点就比较高 看出那个画面效果就不好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还是说只能靠后期 稍微去一下噪 然后或者说这种照片 交注去之后 有没有客人会因为觉得说 这个照片的quality会有什么意见 或者说他们是接受这个 因为当时灯光是不好的情况下 呃 那个 这种情况的话呢 一般是这样 假如说这个餐厅呢 呃 不是太大的话呢 你可以 就是带几盏灯去 就是把这个 用那个trigger啊 呃 给他把这个灯啊 给闪亮一下 比如说你 两个角度 呃 这边摆一个 那边摆一个 然后呢 那个用trigger的方式 把这个 把这个灯啊 场景 这个灯打上 假如说万一 你没有的条件对吧 受限制或者场地太大 那没办法 你就只能是用 那个 比较高的ISO 但是呢 呃 现在的相机啊 越来做 那个技术啊 越来越做得非常好 他他那个 那个高ISO的噪点啊 越来越处理的好 所以假如说你的相机是 比较新的 最近几年买的话呢 这个 一般来说 三千二 甚至六千四 这个ISO 都不是问题 然后当然了 你一定要做后期 你像用这种ISO的话 你不做后期的话 那这个 这个画质是非常难看的 你 稍微做一下后期 用lightroom 或者是用那个 Adobe的那个 不是 用那个 那叫什么来的 叫topass 降噪 或者是用 On1 这个降噪技术 读非常棒 一下就能把他的 那个 这个造力 降下去 而且不 不影响 这个画质 这个照片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啊 所以呢 我建议就说 你 高ISO的话 一定要做后期 不要 OK 可是就是 就是一个 就比较大的场地 像那种 就是那种 饭店里边的那种宴会厅 我觉得好像就 不太容易点亮 但是拍出来 我就觉得 整个好像那个噪点 我觉得我相机到了3200 我都觉得噪点 就还蛮明显的 你用的是什么相机 就是5D4啊 就是用 我还可以 应该是这样子 反正 反正我就自己觉得 那个感觉 就觉得不理想 就觉得 要求稍微高了点 所以想认为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场面的话 我的经验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 多个 闪光灯 一个闪光灯 你是 过了这边 过不了那边 这个多闪光 多个闪光灯的话 你就要用那个 而且这个布置 是很难的 那当然我没有摄影过 但是那一次呢 我是跟达拉斯最有名的 那个婚礼摄影师 那我是作为柳 那么他是做的是照相 我看他用的方法 就是他在几个地方 他固定了几个闪光灯 就朝天反出去 出来的效果 的确是非常好 就是同时把整个大场面 都打得亮起 全部打亮 他用几个闪光灯 就在管理什么角度 对 拍婚礼的话 要求比较高一些 像拍一般的 这种晚宴的话 一般没有问题的 那个人叫水飞 他有没有到我们学会 里讲过 那个就是叫什么 姓蔡 对 她的讲过 那次我跟她一起摄影 跟她学了不少东西 就偷看她 她也给我看 很好 她还会教我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摄影师 去一个议问去拍的时候 毕竟我们的 我们虽然是去工作 但是这个在这个议问里面 我们并不是主 就是主 主角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要怎么 就是要兼顾说 你在来回走动的时候 又不要影响客人的视线 不要就是给 给人家客人 或者speaker 造成干扰 就比如说我去拍一个 一个场合 比如他前面几桌 都是非常重要的客人 我非常希望 给每一桌的客人 都拍到一个 一张就是他的一个 group picture 但是正好前面有speaker 就一直在讲 然后那时候菜也刚上来 当然说在菜还没吃的时候 能照到是最好 可是那个时候speaker就在讲 大家都很专注的在看 可是你好像站到餐桌前面 让他们都看你 然后你给他们拍 又觉得有点怪 你知道 就说怎么能难为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建议大家学点那个Sam老师 脸皮厚一点 然后呢 脸带微笑 上前拍 没问题 就是我可能脸皮就太发 我就觉得不好 对对对对 人家都在看speaker 然后我往跟前一站 好像就觉得很挡人家 这样子 没有没有 是这样的 你就掌握这点心理 你要为谁拍照片 或者为哪桌拍照片 他们都是很受欢迎的 谁都想就是上镜头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带点微笑 然后呢 主动给他们打招呼 一般都会配合的 不会说不想拍什么之类的 所以脸皮稍微的厚一点 没问题 主要就是觉得说 在那走来走去 好像就是比较影响人家 在听听讲的感觉 就是那样 但是就说不应该管 就是你是去工作 这是你应该要做的事 就是应该这种心态去拍 这些时候我就建议用长镜头了 对 假如能用长镜头 拍一桌的人就比较不好拍 他是这种场景 要把这个整个桌子拍下来 这个只能是用 就走到跟前去 对对对 那你手动嘛 手动调你的设置 然后长镜头 总比让人家反感 到后来给这个组会的提意见 要好得多 一般不会 我拍了这么多年 这种场合都是很受欢迎的 主动给你配合 然后微笑 这个不会那个什么反感 OK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还要再多练习一下 把脸皮练后一点 脸皮稍微练后一点 没错 田老师 请讲 你们刚才说 拍那个桌子上的 那个一桌的 那你说要用广角 那什么叫做足够广呢 像我的话 我一般最广最广 不要低于24 你想那个拍风景的话 你用十几对吧 那个太广了 拍人物不是 拍人物的话 最低最低 不要不要低于30 拍30的话 你的 也能拍 但是你拍的时候 但是你拍的时候用那个镜这个相机的角度啊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跟那个人眼这个水平要保持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你往上一点 或者往下一点都会造成这种光学上的distortion 尽量就说用用多那个比如说50啊50以上的那个那个焦距去拍 假如说那个地方那个比较窄 假如说那个地方那个比较窄没办法 你那就往下调对吧 调的时候呢 你手这个镜头的水平线一定要注意跟这个被拍摄的那个这个眼睛要平平行 不然的话呢 往上或者往下都会出现这个离去啊 就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就是说24到70的就可以对不对 对对对 一般这种拍这种场景的话2470就可以了 谢谢 嗯不客气 你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9点06分哈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有的话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此结束 感谢田南老师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过后我们会请田南老师把他这个录像视频放在他的YouTube那个channel上面 而大家可以再度观看 或者分享给其他的社友们 那就谢谢大家咯 好 谢谢惠德 谢谢田南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